高端疫苗 今天上午召開了股東會 總經理陳燦 今天是透露 已經有兩家的醫學中心 啟動AZ莫德納混打高端疫苗的 臨床試驗 預計三到五個月 就會有數據結果 而目前第二輪的高端疫苗 已經超過三十九萬人 完成預約接種 佔符合資格人數的六成四 這波預約也會在明天中午十二點截止 高端疫苗十七號上午九點召開股東會 約一個小時後順利散會 現場不少小股東親自參加力鐵高端 會號總經理陳燦 接收媒體訪問 他透露 已有兩家醫學中心啟動AZ莫德納混打 高端新冠疫苗臨床試驗 預計三到五個月就會有數據結果 不過他說現階段目標先充疫苗數量 上週食藥署公布高端疫苗完整的中文說明書 有專家提出質疑 關於保護效期說明 上頭寫著可提供的保護效期不明 仍需由進行中的臨床試驗 進一步來確定 另外在疫苗效果的限制部分 也寫著第二劑高端打完約兩週後 高端不一定對所有人都能產生保護作用 甚至還寫對艾滋病患供病者 及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有中和抗體效價偏低的問題 所有現在上市的這些產品都效期不明 因為使用的時間都沒有那麼長 那以後陸陸續續 這些效期就會比較明確 我們並不會禁止他們 或是建議他們不要施打 那不過個人有疑慮 所以可以跟他自己的醫師來做諮詢 實驗署表示 因為高端疫苗 主要是緊急使用授權專案製造 尚未完成三期臨床試驗 才會加注這些相關的警語 即使AZ疫苗莫德拉疫苗中文說明書 也有加注一樣的警語 至於高端三期人體臨床試驗 預計今年第三劑完成 不過所有的受試者 只有約一千人 指揮官陳時中坦言 如果只有一千人三期臨床試驗的結果 風險很大 可能難以取得國內的藥症 而目前第六輪的高端疫苗 已經超過三十九萬人完成預約接種 佔符合資格人數六成四 這波預約將在十八號中午十二點截止 記者黃略 張國良 張君豪 台北新竹報導